陸客團們在野柳開心拿著相機拍照 遠從遼寧到台灣 一行人非常開心 因為天氣炎熱 不少人穿著陽傘入園 其中還有一名小孩 因為年紀太少不需要買票 這是一行人最後的快樂身影 穿著黃色雙衣的 就是陸客團導遊鄭坤文 監視器畫面捕捉到的最後身影 是他帶著陸客團 在宜蘭的飯店Check in 年約42歲的他 已經有超過10年導遊資歷 帶的大部分都是陸客團 臉書上不時分享自己的帶團經驗 和他搭檔的駕駛 蘇明成也有21年的資歷 兩人資歷非常豐富 卻不幸在火燒車意外中喪生 紅三五車隊一直都是在 我們這邊配合 那我們認識都非常非常久的好朋友 陸客團剛游離過的店家 得知不幸消息非常驚訝 嘉義的茶葉店老闆 談起罹難的導遊和駕駛 小朋友過的哭了多年合作都已經是老朋友 司機跟導遊一路走來跟我們家就像家人一樣 所以其實聽到上的惡號真的很難過 這團24人的陸客團是參加八天七夜環島行程 團費只有一萬三屬於低價團 疫情人十二後入境 游遍了台灣知名景點包括野柳 故宮 日月潭和阿里山以及太魯閣 原定在周日下午搭機返回大連卻遭遇不幸 今天這個團班的事情其實我們也感到很驚訝 因為一開始中午的時候我們也是由新聞媒體上得知這個消息 那我們一開始知道消息之後馬上聯絡導遊跟司機 但是都聯絡不上人 承接陸客團的巨龍旅行社進陸客生意多年 每個月接團達到兩百團 目前還有約十多團在台旅遊 將安排陸客家屬來台並處理後續的賠償事宜 記者綜合報導